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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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natural 著名的烘焙界达人 热爱手作的他们 对天然手作唇膏再不绝口 除了自制和售卖天然手作唇膏外 他们也开班授课 传授自制天然手作唇膏的秘诀 去年嘴巴的变很勾力 也很干燥 然后也是脱皮 我也看过几个医生 也尝试用其他的医生给的 那个奶油那种抹肌 也是不能过后就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就认识了我这个台湾老师 他是专做天然的手造 我开始是学手造的 他有开班教天然口红 那我就想到说 反正已经看过医生几个都不能 那嘴唇还是不好 就去学这个天然口红 过后因为他真的是很天然 过后就做了我们就自己来用 真的是很好 嘴唇在一个礼拜 所以我就看到那个效果 他也不会再脱皮 旁边红色的都慢慢的好 过后就到现在为止 我的嘴唇是没有再脱皮的那种问题 云淑峰制作的天然手作唇膏 是植物性变色唇膏 其最大的特色是唇膏的外表颜色 与涂抹在嘴唇上的颜色不一 制造变色的魔术秘诀 这种会变色的口红是根据我们的体温 就是不同的体温 不同的皮肤还有不同的体质 就会变出来不一样的颜色 你看到外表的这些只是它的一个颜色 可是当你涂进去里面的时候 就好像我现在涂的这个其实是黑色 我是用黑色的口红 然后我涂出来我的嘴唇就是这个红 有些人的体质不一样 涂出来会比较浅 是根据我们的体温 即使我今天涂 跟我明天涂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的 植物性变色唇膏涂抹上嘴后 会随着嘴唇的温度和双唇的含水让 渐变出不同的红润色泽效果 这主要的原理是酸碱质 与嘴唇的温度改变而引起的 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很滋润 还有可以保湿到我们的嘴唇 就像我之前说的嘴唇的问题 即使我们涂了这个有颜色的变色口红都好 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嘴唇去滋润回我的唇 还有很保湿 对于说液液干干很干燥的那种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不沾杯 它不说像外面的那种有化学的口红 你吃进喝水的时候 杯里面沾了很多口红 或者是你要去补 这个不需要再补的 你就是如果你要浅色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有些人不喜欢很深的颜色 你只稍微涂浅浅一层 如果你要很深的颜色 你就涂多两三层 它的颜色会慢慢越来越深 然后它真的会很耐性 你不需要一直去补妆 除了植物性变色唇膏 它们还制作单色唇膏 滋润膏和果冻变色唇膏 郑秀云说 天然手做唇膏的用料天然 无防腐剂 无化学添加剂 并且都通过重金属测试 不污染水源 还可生物分解 不只有益肌肤 还有善环境 非常适合所有女性朋友 甚至小孩 孕妇和年长者使用 这些材料会用到鲁油木果 鲁油木果 然后第二个就是白蜜辣 然后第三个就是 这三个再加买这个 这三个加在一起 下去融化 然后过后我们就融化 融了之后 我们就参这个变色 就是给那个变色的 然后如果是 我们要它的外形有颜色 我们可以加这个米加粉 紫色 如果你要紫色就加紫色 如果是要冰阿金色 就差金色 就是一点点罢了 它就感觉到它的外形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加一两滴 这个精油 精油的功效就是 护肤 宝石和杀菌 煮的过程大概是 二十到二十五分钟 这样子之内 融化了过后 一定要把它融化 所以我们才能加这些东西 然后才能倒进这个模型 倒进模型的话 如果是你要放在外面的话 你的色温要够冷 不然的话你就放在冰箱 冰箱的话 你放一个十五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郑秀云说 既然手做唇膏的制作过程 简易不复杂 不过半个小时即可完成 任何人都能轻易地掌握 我们喜欢就是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就想到这些 如果是我们出来教课的话 就可以给那些 宝石他们有一份机会 去赚这些外快 因为这个都很方便 现在最挑战的话 应该是那个 杰莉蜡蜡蜡 因为它看得比较 它是很漂亮 不过它的过程就比较 比这些比较慢一点 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来做 它融化就要整半个小时这样 由于不含防腐剂 所以他建议女性在一年内使用完毕 并不可将唇膏暴散在太阳底下 以免溶化 因为之前我以前我很少涂口红的 因为我涂口红 我就感觉到就有一条一条线的感觉 所以过后又很干涉我不喜欢涂口红 口红是会买 不过涂一两次就不涂了 然后现在自己有做了 就在空到空就涂一下 在空就 因为我做这个我也是要试的 做了每次我会试一支 拿一支摄影来自己试 才可以吗 这款紫色的植物性变色唇膏是畅销片 其质地丝滑润泽 可滋润和修复娇嫩的双唇 变色后色泽自然雅致 还带有淡淡的天竹葵精油香味 深受许多消费者的欢迎 你可以自己调你喜欢的颜色 这是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 重点是可以让你做出来 送给自己的朋友家人 是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价钱方面 当然会比一般上有品牌的 价钱来得便宜多 最重要还是那句很天然 用得安心 我自从用上了这个纯天然口红 我的包包里面每一种颜色都有 然后我每一天都涂不一样的颜色 我去健身 去冰箱 我带女儿去读书 我一定会涂上这个纯天然口红 我最大的心愿是 希望可以带给所有人 这么棒的纯天然的口红 因为我觉得用得安心 还有用得漂亮 让我们女人更自信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但爱美也不是一种罪 然而女性需要为涂抹在 肌肤和身上的你一样产品 加以关心 因为涂抹在皮肤和嘴唇上的 任何成分 最终都会进入身体循环系统 给身体带来不可逆准的影响 浅线视窗采访报道